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, 神每天都赐予他们玛纳。 今天,神为祂的儿女, 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量——圣经。 请你, 如以色列人一样,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, 领取新鲜的抗野玛纳。 一段经文, 一篇灵修小品, 一篇信息, 一个祷告。 每日跟你一起领取玛纳, 陪伴你每日凌莎。 好欢迎你收听《旷野玛纳》这个节目。 昨日,我们分享了一段经文, 《肥立比书》三章七至十六字。 今天,我会和你分享一篇《伟大的舍弃》的信息。 今天的《旷野玛纳》是《伟大的舍弃》。 今天,我们分享《伟大的舍弃》这个题目。 《舍弃》考验我们的信心, 使我们全心信靠神。 当神命饥荒降在迦南地, 那个地方的粮食就断绝了。 《创世记》四十二章一照二节经文记载, 《雅各见埃及有粮》, 就对儿子门说, 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? 我听见埃及有粮, 你们可以下去, 从那里为我们扔舌来, 使我们可以存活, 不至于死。 圣经说, 于是, 若失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笛梁去了, 但若失的兄弟汴亚敏, 雅各每日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, 因为雅各说, 恐怕他遭害。 汴亚敏是雅各最小的儿子, 雅各怎么不舍得汴亚敏离开他, 因为若失已经不在。 若失的十个哥哥到了埃及, 当时若失已经是埃及王法佬的宰相, 掌管他一切所有。 若失认得他的哥哥们, 但是哥哥们却不认得他。 当若失看见他的十个哥哥, 出现在买粮食的人群当中的时候, 他就想起从前所发过的两个梦。 一个梦是梦见他哥哥们在田里捆的和草, 他捆的就站起来, 而哥哥们捆的就围着他所捆的下拜。 另一个梦是梦见太阳, 月亮及十一个星星向他下拜。 这个梦的应验必须是十一个星。 换句话说, 弟弟汴亚敏也要到他这里来。 结果若失以他们以此事奸细, 是为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作为理由, 将西面留下来, 当作人质。 其他人就先带粮食回去救家里的寄荒, 并且将他们口中所说的小兄弟带来, 才会将变亚敏交还给他们。 于是哥哥们就将这个讯息带回去, 告诉他们的父亲雅各听。 听到这样的要求, 雅各就说, 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。 他哥哥死了, 只剩下他。 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, 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瘡瘡, 卑卑惨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 雅各不明白神要做的事, 只怕再失去变亚敏。 无奈那个地饥荒甚大, 无多久, 先前从埃及带回来的粮食都吃尽了。 雅各要他们的儿子再去埃及带一些粮回来。 尤大对他的父亲说, 你若打发变亚敏与我们同去, 我们就下去给你带粮。 因为约实已经清楚地告诫过他们, 他们的小兄弟变亚敏若不和他们一起来, 就不得再见到他的面。 由大央求父亲打发变亚敏与他们同去, 并且愿意担保他的安危, 就说, 我为他作保, 你可以从我手中追逃。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, 我情愿永远担罪。 雅各最终愿意舍弃, 让他们将变亚敏带走。 创世纪四十三章十四节经文记载, 雅各说, 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连民, 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变亚敏回来, 我若丧了乙子就丧了罢。 雅各愿意放手, 将罪放不下的乙子和一切结果都交在全能的神手中。 创世纪十七章一节,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, 耶和华曾向他显然, 对他说, 我是全能的神, 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。 雅各不知道, 那个人就是与辩亚敏同母的哥哥若瑟。 当辩亚敏到了埃及之后, 若瑟为了试验哥哥们对弟弟的心, 是否仍然好像过往一样, 折到他来折到辩亚敏呢? 若瑟吩咐家宰, 将他的银杯偷偷地放在辩亚敏的布袋里面。 若瑟的管家就照着去做。 当早晨天一亮, 他们一行人要离开埃及, 出了城走了没多远, 若瑟就要家宰追上他们, 将银杯从辩亚敏的布袋里面搜出来, 再将他们带回来。 结果, 若瑟的哥哥们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, 就眼白白地看着银杯从小弟变亚敏的布袋里面搜出来。 当他们垂头丧气回到若瑟那里, 心里面就很忐忑。 若瑟对他们说, 你们作的是什么事呢?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 《创世记》四十四章十六节记载, 由大说, 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? 还有什么话可说呢? 我们若能自己表白出来呢? 神已经查出伯人的罪孽了。 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, 都是我主的奴伯。 第十七节, 约瑟说:"我断不能这样行,在谁的手中守出背来,谁就作我的努力。 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向你们父亲那女去。 《创世纪》四十四章十八至三十四节 犹大·埃勤他说:"我主呀,求你用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。 不要向仆人发烈怒,因为你如同发老一样。 我主曾问仆人们说:"你们有父亲,有兄弟没有。 我们对我主说:"我们有父亲,已经年老,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。 他哥哥死了,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。他父亲疼爱他。 你对勃人说:"把他带到我子女来,叫我亲眼看看他。 我们对我主说:"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,若是离开,他父亲必死。 你对勃人说:"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,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。 我们想到你伯仁我们父亲那类,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。 我们的父亲说:"你们再去给我地鲜良来。我们就说:"我们不能下去。 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,我们就可以下去。 一位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,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。 你伯仁我父亲对我说:"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,一个离开我出去了。 我说:"我必是被撕碎了,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。 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。 倘若他遭害,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瘡瘡,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 我父亲的命,与这同子的命相连。如今我回到你伯仁我父亲那类,若没有同子与我们同在。 我们的父亲见没有同子,他就必死。 这便是我们使你伯仁我们的父亲白发瘡瘡,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 因为伯仁曾向我父亲为这同子作补,说:"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,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 现在求你用伯仁往下,替这同子作我主的努补。 叫同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若同子不和我同去,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?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 在这个时候,若失心里知道,哥哥们有爱弟之心,尤其是犹大,甘愿承担责任,代替辩雅敏留下来永远作劳仆。 而不是弟兄们在那里给予此互退责任。若失知道是时候了,就和他们相迎,告诉他们,我是若失。 他的哥哥们在他面前都惊慌。若失请他们近前来,再次地告诉他们,我是你们的兄弟若失,就是你们所迈到埃及的。 并且要他们,不要因为将他迈到埃及,就自忧自恨。 因为,这个是原先神在他们以前打发他们的。 唯要保存多人的生命,给他们全流如种在世上。 并且要他们赶紧地回去,将父亲和所有的眷属都从加南地接过来。 他们从埃及回去,来到加南地父亲雅各那里,就告诉他们,若失还在,并且作埃及全地的宰相。 圣经说,雅各心里冰凉,因为不信他们。 雅各的心早已经冷淡,对若失已经不再抱有任何的希望。 因此,他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,不相信若失还仍然活着。 但十一个儿子的说话,他是言之作作。 又看见若失打发来接他的车辆。 圣经说,他的心就骚醒了。 雅各开始相信,若失仍然活着。 就想趁着未死已先,赶紧去见他一面。 《创世记》四十六章五节记载,雅各就从别士巴起行。 以色列的儿子们,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、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。 第七节,雅各把他的儿子、孙子、女儿、孙女,并他的子、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。 雅各和他的全家到了埃及,就打发尤大去见若失,请他派人引路往歌山去。 他们就来到歌山地,随后若失的车辆也往歌山去,亲自迎接他的父亲。 及自见到面,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,哭了好久。 雅各对若失说,我记得见你的面,知道你还在,就是死我也甘心。 创世记四十七章,十一至十二节记载。 若失遵着法老的命,把埃及国最好的地,就是难失境内的地,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,作为产业。 若失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,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,都是照国家的人口奉养他们。 二十七节,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,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,并且生育甚多。 就是这样,雅各在埃及住了十七年。 创世记四十八章,十一节记载。 以色列对若失说,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,不料,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。 雅各愿意让辩雅敏被带走,愿意把他最爱的儿子交出来,不再紧紧地抓住。 结果想不到的是,辩雅敏不但被保守得很好,还得见约失的面。 更想不到的是,神还使他得见约失的两个儿子。 神在暗中引渡,为雅各行大事。 神是雅各的神,他挑选了雅各归自己, 挑选了那些奋力抓住神的人,作自己的子民。 诗篇一百四十六篇五节,诗人说,以雅各的神为帮助,仰望耶和华他神的, 这人便为有福。 神要我们放弃那些我们紧紧抓住的,转而抓住他。 祂要为我们躺开天上的窗户,倾下福气给我们,甚至是无处可用。 当神试验我们的信心时候,我们是不是甘愿的舍弃了? 神要亚伯拉罕最爱的以撒,要雅各最爱的变雅文都交出来。 他们最后都舍弃了。 亚伯拉罕他相信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 雅各仰望全能的神。 创世纪四十九章十八节,雅各说, 耶和华,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 神是独一全智的神。 祂许可很多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发生, 但却使这一切互相效力, 叫爱祂的人得益存。 尤大甘愿代替变雅文,永远作奴隶。 他甘愿牺牲自己,有基督的心。 神就让雅各预告, 尼塞雅,那位真正能给人带来平安的似平安者, 将要出于尤大之牌。 创世纪四十九章一照二节记载, 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,说, 你们都来聚集, 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。 雅各的儿子们,你们要聚集而听, 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役的话。 当讲到尤大, 创世纪四十九章八至十二节是这样说的。 雅各说, 尤大呀,你弟兄们必赞未来, 你手必合住仇敌的颈项, 你父亲的耳子们必向你下拜。 尤大是个小狮子, 我疑呀,你找了食便上去, 你屈下身去,我如公司, 尊如武士,谁敢惹你。 龟必不离尤大, 将必不离他两脚之间, 直等世罗来到, 万民都必归顺。 尤大把小狼存在葡萄树上, 把狼区存在美好的葡萄树上。 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, 在葡萄汁中洗了葡垮,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, 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。 基督按肉体来说, 是阿伯拉罕的后裔, 是以撒生的, 是出于雅各, 是尤大支派大卫的子孙。 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, 马太说,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, 是从马利亚生的。 他是女人的后裔, 因为马利亚所怀的人, 是从圣灵来的。 尤大甘愿牺牲自己, 不顾圣命, 他的手就合住了仇敌的颈项, 他的弟兄也都赞美他。 启示六十二章十一节, 提到, 弟兄胜过他, 是因羔羊的血,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 他们虽自于死, 也不爱惜圣命。 弟兄姊妹, 让我们学会舍弃的功课。 哈拿甘心将撒母耳献上, 甘心舍弃心中的罪爱, 结果神借着撒母耳挽回了那个世代。 这是神的定律, 己的传现信服, 带来的是神的丰满。 保罗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自保, 当雅各的儿子们, 要将雅各一家接到埃及的时候, 法老要约失吩咐他的弟兄们说, 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, 因为埃及全地的美蜜都是你们的。 神连自己独身的爱子基督, 都为我们众人捨了, 岂不是将万物和他一同八百的赐给我们吗? 既然神预定了我们要承受这个世界, 有什么是不能卸下的呢? 愿我们都是有信心承受应许的人。 他们都是我一样的。 好,这就是我一个人要承受的。 今天我们听了《伟大的舍弃》的信息 明天我想邀请你一起祈祷 祈求神让我们明白 何谓《伟大的舍弃》 梁有电台原创节目《旷野玛娜》 作者 孙大宗 热月版播音《方外人》 有故事的声音 收播cast